接下來講的要是臭氧 臭氧叫O3 這東西有顏色 有味道 有毒性 如果你吸太多 會傷害你的呼吸道 它是空氣污染物質 所以這裡的臭氧含量如果高 就表示這裡的空氣很髒 空氣很髒 所以臭氧在你的四周围 它是一個壞東西 它是會傷害你的東西 它會使你難過 不舒服 生病的晚宴 它代表你的空氣太髒了 所以臭氧在你的四周圍是不好的 在天上是好 哪個天呢 這個天平流程 後面會教什麼叫平流程 平流程有一段 臭氧含量高 我們稱之為臭氧程 大部分的書都寫20到30公里 我看過最誇張的數字寫了15到40公里 20-30公里 臭氧含量高就要臭氧程 那為什麼它在這裡是好東西呢? 因為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的能量會切斷DNA 會切斷DNA 切斷染色體 所以只要你是DNA做的 照著紫外線 你的天在這邊切斷 那你就塞到它那 再見 所以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所以紫外線可以拿來殺菌消毒 那麼 所以它在天上把這個東西擋住了 它就不會直接照到我們 就會對我們產生保護 它避免它傷害到我們地球 後面這一題 這句話是學測出現過在選項中的 所以4億年前 生物可以從海洋爬到陸地 就是因為當時天上已經形成了臭氧 隔絕了紫外線 否則一爬上來就被斬掉了 一爬上來就被紫外線可以斬掉了 所以因為天上形成了臭氧 生物才可以從海洋爬到陸地上 然後繼續來連跨發展 所以就是臭氧 所以我說臭氧在你的四周圍 它是一個壞東西 那天上它是一個好東西 那又怎樣呢? 那又因為偉大人類的關係 我們排放出的東西叫做佛氯碳化合物 有人稱佛氯碳化物 有人稱為佛氯碳化物 那麼它會放出氯氣 然後呢阻斷臭氧的形成 使臭氧含量稀薄 我們稱之為臭氧洞 那如果你有臭氧洞 就表示沒有人幫你吸收紫外線 就表示紫外線會長須植入到達地表 就會傷害到地表的生物 所以它會對於我們的生命造成危害 所以臭氧洞不好 那是因為人類知道的關係 國中課本沒有教臭氧怎麼形成 也沒有教我們的佛氯碳化物 或者佛氯碳化合物 是如何的破壞臭氧 但是以前考試有考過 考試考就是考閱讀測驗 把所有的話都告訴你 你看完就會了 不用先會 當場看當場會就可以了 是沒有關係 這叫做佛氯碳化合物 一樣這邊還有一些別的話 還有一些別的內容 我們等到學期末教全球變遷講臭氧洞的時候 再跟各位說 目的就是簡單告訴各位說 臭氧這玩意兒在你四周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而在天上平流成是一個好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幫我吸收紫外線 但是因為人類排放佛氯碳化物 佛氯碳化物的關係 使得臭氧含量稀薄我們稱為臭氧洞 有了臭氧洞之後會對我們的生命造成危害 這就是要理解就可以了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